總統都出面來邀請他來 我們也非常歡迎他來 讓他可以看看 整個的一個國家的動員 跟國家人民的素養 怎麼樣把這樣的防疫 能夠支撐的起來 那其實大家以前常常問就是說 有一些WHO的策略 道理是對還錯 那我們要講就是說時間會證明 我今天就特別稍微看了一下 在1月30號的時候 我們的秘書長正式的對世界來講 說大家要求大家不要限制 在1月30號公開說 要求大家不要限制跟大陸的旅遊跟貿易 其實大家有機會可以把這句話翻出來 這句話也是造成到目前世界其他國家的困境 這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台灣並沒有把這句話聽進去 我們陸陸續續 對於湖北 廣東 然後溫州市 浙江 河南 我們採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 然後到2月10號 對於整個 在中國回來的 我們進行居家檢疫 如果那時候1月30號大家都聽這個話 那我想 很多國家都淪陷了 所以大家問我說這樣的一個今天講這個話 其實我們對照 我常常講 一句話一句話 未來都會被檢視的 時間序上面就慢慢會清楚 那我想與其有時間來罵台灣 不如花一點時間向台灣學習